其实相比于面前这个手鼠两端的家伙 徐扬更喜欢刚刚那个大块头巨龄 只不过道不同 双方注定是要拼一个你死我活 尚且谈不上悲悯一说 像你这种为了个人利益 能够做出任何事 毫无底线的家伙 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大块头虽然也是我们的敌人 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起码人家也算是光明磊落 可你呢 在背后捅刀子 到最后注定只能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的下场 龙蛇四象已经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毕竟他才是被徐扬四人的计谋套路的那个存在 不过正所谓苍蝇不盯无缝的蛋 倘若这家伙没有这种人性上的缺憾和弱点 徐扬又怎么能轻易地将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不管怎么说 徐扬四人借助龙蛇四象 破解了眼前的危局 这家伙也算是成功发挥出了自己的价值 就从这一点 徐扬打算给他一个痛快 你不是做梦都渴望得到凤凰之血的力量吗 那我便让你陨落在凤凰之力的手中 也算是让你死得其所了 徐扬话音一落 立刻给了身边龙昆一个眼神 龙昆会议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光芒 几个闪烁间便落在了面前龙蛇四象的身边 恐怖的凤凰之力瞬间宣泄出来 灼热的温度几乎要燃尽周围的一切 面前的龙蛇四象这点防御力 如何能扛得住如此声浪恐怖的火势 仅一个照面 他所有的退路都被龙昆提前阻断 整个人像是被包围在一道炼狱火盆之中 上天不得 入地不得 等待他的似乎只有被燃成灰烬的结局 好啊 你们四个敢设具阴我 就算本尊今天注定要殉命于此 我也一定要拉着你们几个人一起陪葬 龙蛇四象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 瞳孔中两道灰白色的烈火闪烁而出 下一个瞬间 他的背后焕发出数不清的 各种兽足图腾的轮廓 各种各样的血脉质力的增幅效果 别的不说 单凭这突然间爆发出来的气息波动 便足以配戴上神级强者的名号 老大 你这波操作啊 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如果让他和刚刚那个大块头连妹出手的话 我们四人想要轻而易举的解决他们两个 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龙昆发自内心的转过头来 朝着徐阳所在的位置竖起了大拇指 只有正面和这家伙交过手 龙昆才真正意识到 这七大使魔的实力究竟有多么霸道 大家小心 这家伙虽然不可能创造什么奇迹 可说他狠下心来 要拉着谁一起陪葬还是能够做到的 龙昆 速战速决 老大放心 我明白该怎么做 龙昆话音一落 掌心中凝聚出一道无比纯粹的凤凰火焰 而后朝着面前这已经陷入狂暴的龙蛇四象的面门 拍了下去 恐怖的火焰之力在龙蛇四象的面前瞬间爆发 冲腾而起的浓烈火焰迅速将这家伙的肉身包围起来 熊熊燃烧的烈焰本源很快便将面前的龙蛇四象的肉身燃成了四分五裂 你这家伙就算是七大使魔又当如何呀 遇到了我们只能算你倒霉了 龙昆酣畅淋漓的输出 他分明已经感受到了面前这龙蛇四象的灵魂气息波动 已经迅速暗灭下去 本质上来判断 这家伙已经是个死人了 失去了来自对方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 龙昆出手也更加的顺畅 肆意控制着自己的火焰本源 来处置这个七大使魔之一的龙蛇四象 只是没过多久 身后的施灵云便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古怪 龙昆赶快回来 危险 施灵云的话音刚落 身边的徐阳大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踏前一步 身影完全消失在原地 当他重新出现在龙昆面前的时候 一把无比森冷的黑绿色针刺 朝本体所在的位置刺了上来 轻刺的响声突然传出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徐阳大佬的修罗神剑 不偏不倚地从这突如其来的针刺 对撞在了一起 这才让龙蛇四象准备了多时的绝杀反击 就此落空 好强悍的力量 看来这家伙是打算一击之内直接抹杀了龙昆 徐阳心中亥然 便是强如自己 刚刚那一剑抵挡下来 也让他的身体不断向后退出了数十米开外 神级的力量波动当真不同凡响 什么情况 老大 难不成连我的火焰之力都没奈何他 龙昆站在一旁 属实也是一脸懵逼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眼前这家伙的肉身 分明已经被自己的火焰之力烧成了四分五裂 灵魂气息也没有了波动 几乎已经稳稳地被宣判了死刑 为何又能在陨落之后 对自己打出如此恐怖的反杀手段 徐阳眼神冰冷到了极点 哼笑一声 这恐怕就要问问他了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家伙百兽本源内 应该是潜藏着一种十分特殊的 能够假死的气息 专门是用来迷惑对手的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百兽之内还有这样一种诡异的能力啊 有的 你难道忘记了吗 之前我们东海之行 就曾在半路当中 遇到过一种能够样装死亡的穿山兽 这一物种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释放出一种迷惑性十足的气息 掩盖自己假死的真相 看上去便如同一具尸体一模一样 刚刚这家伙就是用那样的方式 让你放松警惕 酣畅淋漓地宣泄凤凰一脉的本源力量 他也正是想趁着这个机会 夺走属于你的凤凰本源来成就他的功法 自己精心的布局就被徐扬这样的轻易破坏 更是让龙坤四相愤怒到了极点 果然呢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如果我早点意识到 你才是这团队四人当中的主心骨 或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吧 龙蛇四相说不后悔 那是假的 他如果早就知道徐扬这四个人如此恐怖 根本不会过早地将那大块头处置掉 眼下倒真跌入了徐扬等人布置的局中 龙蛇四相怎么发力 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刚刚他那一波操作 就是为了做最后的挣扎 想要与龙坤同归于尽 同时吞干净他体内的凤凰血脉 来弥补自己一生的缺憾